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眼珍 你不可以走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不能去上班 为什么 你就是不能去 我要上班 你看快迟到了 不行 你不可以啊 你想起我 你真的不可以 那我要上班 你想起我 你现在可以不去上班了吗 现在可以不去上班了吗 难道颜默真的阻止了意外的发生 历史又恢复了 刚才那样文也太奇怪了 宋燃燃出的什么破证 喂 陆飞燕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快看实测怎么样了 顾眼珍答应我不出门了 恢复了 但只恢复了一半 什么叫只恢复了一半 顾眼珍的名字消失了 但是车祸还在 我不确定还会不会有改变 所以赶紧打电话通知你 顾眼珍现在在你身边吗 他 他在啊 他在厨房 那就说明 可能会有别的人出车祸 别人 颜默 怎么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小紫白出车祸了 今天我本来要见他 如果不是你拦着我 我们两个都会在车里面 现在都会在医院 怎么会是他 去看看他 我去开车 灵灵别担心啊 爸爸没事 怎么会出车祸 伤得严不严重 你们怎么来了 大夫 检查结果出来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一点擦伤 记得按手回来换药就行 谢谢医生了 不客气 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事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想到你们会来看我 我之前 你肯定有你的苦衷 可是 我之前在董事会上 那么说眼目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只要你人没事就好 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好 对了 我这受伤了 一时也开不了车 等车修好了 你方便帮我取一下吗 行 没问题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走吧 那我们先走 你好好休息 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好 走了 我之前那样针对颜默 她却不计前嫌地关心我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